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再帶來動物森友會的多則情報啦 首先先來關心一下上週五7月10號1.3.1的更新內容 根據官網上的說明 這次的更新修正了以下幾點Bug 第一 修正了第三層相比上搭建和風橋以及紅色和風橋會無法通行的問題 第二點 修正了狸貓商店沒有販售泳衣的問題 第三 修正了寄居蟹出現在沙灘以外的地方的問題 第四點 修正了與動物居民對話後 會在不適切的時間點出現冒泡泡發炎的問題 在這邊提醒大家要記得去更新喔 另外這次的更新也帶來了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就是在上禮拜的影片中我有提到 就是現在送水果給動物居民們 動物居民也不會送零錢回來 所以我們不用把身上給塞滿再送禮給居民這一點 我今天要補回的喔 據情報有多數的人表示他們不管怎麼送都拿不到照片 但是如果是像之前一樣把身上套具給塞滿再送水果的話 一樣可以在信箱收到照片 所以大家是以收動物照片為目標來送禮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用老方法把身上塞滿再送禮物喔 第二則新聞 之前在日本動森Wiki攻略網站上辦的人氣投票 目前又開放給大家投票啦 這次投票方式為了避免像上次阿一拿第一名 被人家酸說照50英順排序動物名單投票有失公平 這次他們採取的是填問卷表單的方式 要大家寫下三位喜歡的動物名字 順便調查一下大家覺得最難釣的魚 以及最難抓的蟲個別是什麼 我會把網址貼在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前往投票喔 另外填單是需要用日文填寫的 他們也很貼心有提供參考的圖件 大家可以點擊這個框框 查一下你們喜歡的動物日文名字是什麼 在以這樣的格式填進表單中 那我自己是投了阿一耳光以及遠仁喔 終於可以投三票了 超開心的 那這次投票可以看到目前為止的投票結果 目前7月6號為止的投票結果 總投票數有8204票 那目前的前十名順位我先來公開一下 第十名是帥狼羅伯 動森的狼都普遍的受歡迎 男的帥女的美 出島遇到狼就會忍不住想收編 第九名也是帥狼史培亞 看到自己家的島民能上榜就是開心 史培亞是個紳士大叔 雖然看書會戴老花眼鏡 但這也是他迷人的地方 那目前的第七名有兩位喔 一位就是檸檬娜 也是我島上的貓咪島民 超可愛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普通系的島民喔 另外一位第七名居然是阿一 雖然我島上的島民連續入圍了三個 但阿一從上次的第一名掉到目前第七名了 請各位觀眾趕快一人一票幫我救阿一阿 我們家阿一這麼可愛沒有第一名真的說不過去喔 你們說是不是呢 第六名美玲 有著少女漫畫雙眼的成熟系小熊喔 而且是夢幻的粉紅色與粉藍色色系 人妻持續在身高中喔 接著第五名耳光 耳光這次的成績往上爬升了超開心 耳光有多可愛在片頭的時候你們都有看到了吧 跳過還是還沒訂閱的人請待會再重頭看十遍喔 接著第四名彭花 根本是貓貓連擊喔 彭花也是超可愛的元氣細美少女 雖然我兩個禮拜前就讓她離開我島上了 但也感謝她待在我島上這段期間陪我拍了不少影片喔 再來就是前三名啦 那我想說大家應該都有個底了吧 那我就直接公佈第三名是茶茶丸 大家都很喜歡的茶茶丸喔 另外台灣這邊有一個頻道叫朵朵劇場 裡面有很多以茶茶丸為主角所做的小劇場故事 我覺得很有趣也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最後兩名又是慣例的那兩位爭霸了 第二名捷克 捷克的人氣真的很高喔 大家最近都在研究怎麼拔掉他的眼鏡 以及讓他不穿衣服喔 但這樣的捷克還是敵不過我們的動森王者 第一名呢 小潤 也是本台的攝影師小潤 小潤在日本的不拜神話繼續保持中 不過小潤跟捷克都有個共通點 可能就是喜歡一本正經的講幹話 這可能也是他們受歡迎的原因喔 這樣前十名我的島民有五個包含在裡面 這樣搞得我好像是愛跟風旋島民一樣 但是我的茶茶跟遠仁呢 連三十名都進不去喔 讓我覺得很難過 那這個投票問卷目前還在進行中 大家也可以去幫自己喜歡的動物加油打氣喔 再來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也就是國外玩家發現動森遊戲裡面 已經準備好了夢見館的資料了 就像之前國外玩家呢 早已經預測到會更新潛水一樣 夢見館呢可能也會在不久的將來實裝 那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在前座超有人氣的夢見館是怎樣的設施喔 夢見館呢簡單來說它擁有可以去人家島上 體驗別人島上的生活 也可以讓別人到你島上體驗你島上設施的一個功能 聽到這邊大家可能覺得 欸 那這個跟一般連線搭飛機去別人島有什麼差別呢 差別就在於夢見館裡的那個島呢 只是一個跟你島上一模一樣的複製品 你不必擔心上島的人會採你的花 敲爆你的石頭 咬你的樹 你可以大方的分享你的島上裝潢給大家看 讓大家到你的複製島上去玩 那我們也可以去別人島上玩 看別人是怎樣建造以及擺設島的 如果大家有玩過瑪利歐創作家的話 大概就是那樣的概念喔 我們建造好一個島 就可以將這座島的內容上傳到夢見館 那就可以讓其他人進來玩啊 這是一個超級讚的功能 我都等不及它實裝了 那我知道有一些玩家很善於利用改島機能 做出各種迷宮讓人家去挑戰喔 到時候這些迷宮的創作者 就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公開給大家玩 到時候一定超好玩的 到時實裝後請告訴我 我一定要去挑戰過關喔 那夢見館什麼時候會實裝目前還不確定 大家可以開始為了那天來慢慢準備囉 做一個可以開放給大家一起玩的島嶼 另外上次我的IG有開放給大家投稿 讓我過去你們島上拜訪的活動 我收到了不少的投稿 因為見數太多了 我有很多投稿訊息是先看過了 但還沒辦法一個一個回 這邊先跟各位投稿者說聲抱歉喔 那目前我已經先拜訪過兩位投稿者的家了 也會在本週四7月16號下午5點的時候 會公開第一部影片 希望這些投稿者 島上的布置也能給大家一些靈感 來為之後的夢見館做準備喔 另外我發現我觀眾真的蠻多小朋友的喔 因為有蠻多小朋友來投稿喔 我也會安排時間盡量去各位島上參訪喔 那影片的最後我想要公開兩張 觀眾畫給我的圖案喔 因為我第一次收到觀眾畫給我的圖 我好開心喔 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兩張都是畫我跟阿姨喔 我真的超開心的 彩色這張看得出來很用心在上色 另外這張是我在週六直播的時候 我有說我家的貓咪一直跑來咬我的耳機線喔 那這位觀眾就把那個場景給畫下來了 太可愛了 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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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底下 我 我們下次見 有紅色 我們下次見 還有更多的 你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